小米乙花花好吃去奶宜 今天和大家试试 槟城的Hot Rock Cafe 不过我们也要澄清一下 这段片我们是两个多月之前已经拍了 所以在MCO3.0期间 我们也是很乖乖地留在家里的 这个就是他网上的Virtual Tour 跟我们去他的实地是一模一样的 也挺有气氛 刚好有个小朋友在庆祝生日 他还上台唱歌 所以非常开心 那我们看看他的菜单 都是一罐美国餐厅的作风 其实他的餐点不算太多选择 但基本上的基本上都有 好 试试他 我们每一样都要试一试 其实他的样子真的很棒 他有三个汁 我帮你试炸的东西 那我想问哪个是不炸的 除了这道菜 这道就是炸的 那我先试这个 番茄薯片试一试 哇好香 这道听到很脆 还有一样很厉害 吃过我整个也是 油 不是 他的汁 其实他真的做得好 他的味道做得好 还有你看看 他的面包是没有淋 但他的番茄是充满汁的 还有我本身是很恨吃生番茄 但他的味道调得好 你们先试试这个 春卷我不喜欢吃 春卷我也喜欢吃 那宋位叫你吃吧 我不喜欢吃 这个是牛油果汁 哪个是牛油果的 中间的 嗯 好吃这个 但是他要多油一点 我看到熟米油的菜 不知道什么菜 他那个是菠菜 这个春卷很出名 你试试这个长长的 是鸡 鸡你適合 我怕它很干 是鱼来的 有啊有啊有啊 这是煤鱼汁 鸡鱼啊 鸡蛋糕 哦鸡蛋糕 哇 鸡蛋糕 鸡蛋糕 有啊 鸡蛋糕 这鸡蛋糕 因为他的鸡蛋糕是 因为他的鸡蛋糕刚好 这么点 好好吃啊 鸡蛋糕 好吃 好吃 它是白白酥酥 它不是一个猪 它是一个鸡蛋糕 撒回一只鸡蛋糕 呃 哦 他的鸡蛋糕也做得很好 他上次这么远运来的鸡蛋糕 那个鸡蛋糕也好吃 对啊 那个鸡蛋糕也好吃 所以这次来再叫他的鸡蛋糕 是 所以我觉得他这里的汉堡包应该是最重要的 不过他的炸东西也好 虽然我不知道炸东西 它虽然有一个鸡蛋糕 但它真的是一个嫩滑的鸡蛋糕 我看到它这么有汁就知道了 如果不吃牛的人 千万不要叫他的鸡蛋糕 叫他那个最普通的 mini的汉堡包 在local food 下面 因为便宜20元 因为如果这个牛包 这个60多元你吃牛扒是可以的 如果我吃过鸡蛋糕也60多元 那我不如吃个小的吧 因为41元而已 快吃 这个就是它最出名的Legendary Burger 哇,很大够,很有份量 我们叫Medium Rare 它都做得到,不错啊 这个就是它的Burger 我们上次拆开来到家里 其实都不错的 但如果外卖千万不要叫Legendary 因为它上面太多的炸东西 变成你拿到回家肯定会吃 不过你看它下面的包就差一点了 你试试看吧 我觉得 我已经浪费了一半之眼 其实它60元你一定吃得滑 你不贪心 60元也不贪心 不是的,你一个人吃一个60元的包 你全都吃一个包 还有这些薯条呢 那整整个人都是一个人吃的嘛 那跟贪心是没关系的嘛 贪心的意思是 我又要吃荷姆包 我要吃其他东西就贪心了 我好像是你 这个荷姆包可以吗 我现在试试看吧 很好吃吗 还没吃到很好吃 因为它上下是不是失手呢 切得的差别这么大 上面那个这么厚恨的感觉 那个包? 不是因为它塞了 不是啊,它是不是失手啊 切得... 它应该转到上面到下面厚 是的,它是不是失手了 有机会 好,吃完它的炸 这个是buffalo wings 嗯 哇,好脆啊 但它不是很辣的 我没吃 酸酸辣辣 洋葱 吃了这个,那个肯定吃了一个月 你别吃了洋葱 我吃了很脆啊 而且它的洋葱很香 很棒啊 它是小素不错的 好,我再试一试它好不好吃 我觉得没有了些肉碎就差一点 它要加,加肉碎要加钱 确定 但是我觉得它芝士,虽然我没有特别很喜爱 我觉得芝士是有点少的 我也觉得是 都好的,另一个角度它比较健康 没有吃的 还有它的番茄碎啊 那些是很少的 有点菇汗 我觉得它应该额外给一个Salsa 对了 我觉得它就解决了问题 但是这个不太油 这边的豆腐也没有油 有点不太油 还有我觉得它这里挺有趣的 它也挺推人健康的 它连的儿童餐也有健康的 你看那些沙律菜 什么沙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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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西兰花,正常是薯调 对,那个西兰花,正常是薯调 慢慢热 你喜欢这个吗? 好,好吃就不知道了 但是小孩对这个 非常之满意 这个吉他仔 可以啊 我没有拍照片 不是啊,你的高沙律菜 那它的照片是它的杯子吗 对 其实它也没了,它也很大 那我心想如果它杯子就不会觉得它很大 我买的 味道方面就正正常常啦 那如果你说真正去评分的话 其实它的brownie 是差一点 因为外面不脆 而且它的cream也不算特别好吃 一般 那你说有很多人一起share 拿一下气氛 都可以的 买单啦 今天吃了300元 那小孩餐就不用钱的 因为是它的优惠 那其实我们的东西都商量 叫得多 你说五个人吃呢 都可以的 以正常人均消费 应该是70元左右 小米与化化评分 食物质素呢 我们给到8分 它基本上所有的炸菜都做得好吃 都脆啦 那譬如说它的包里的食物 例如汉堡包 或者Vegeta 都做得是好的 因为它的肉做得好 而且它双方的配料 其实都很mix sense 只有Nachos方面 我们觉得它的芝士少了 但是在我们的角度 又不会太浪费 所以都是OK的 而环境有8分 干净整洁 好有Hot Rock Cafe的气氛 我也挺喜欢的 服务态度方面有8分 它是周到的 但它不会太过因勤 影响我们吃饭 其实这个我也是喜欢的 而性价比呢 我们给到7分的 在槟城来说 其实它这个价位不算便宜 但是它相对性 它的份量比得足 它的食物也好 而回头到我们都给到7分 如果有朋友来 或者喜欢一大群人 去吃一下东西 聊聊天 那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在槟城里面 美式的食物 我觉得它也算做得好 所以 今天又吃到这里了 有东西想吃 猶豹受伤害 快点留言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帮你试一下 最后记得 留言、赞、分享 和订阅我们